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陪审团不工作 明天据说有工作 但是明天讨论的跟川普的消息没有任何关系 星期一有工作 星期一我们跟大家分享说有一个可能有一个证人 但是披露出来的消息又没谈到这个证人 所以我们昨天节目中讲说有一个传说中的证人 那个证人应该是反川普 那这个事就瞎米了 基本就瞎米了 因为这么去拖下去的话 这件事情他是想 就是作为今天的检察官 他是想透过时间把这件事情拖黄了 拖黄之后 拖黄的意思呢 对于他来讲就是 在新闻热度的角度 在整个新闻媒体的环境背景的角度 去找到一个恰当的时间 那往往这样恰当的时间呢 就是其他的事情 火爆的新闻出事了 你比如说美国银行开始再次大规模接连倒闭 或者说人们的 就就是这种出现巨大的一种事件 当这样巨大事件出现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敲默声的列出一条 说曼哈顿 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布拉格 撤销了对川普诉讼的case 完了 没有任何解释 就完了 这件事情就这么溜掉 所以从这个做法中 基本上是这样的 而这个做法它显示出呢 其实双方已经定论了 就是决定应该都已经有了 这个决定很可能是大陪审团跟今天的检察官出现对立 非常有可能 因为大陪审团不去讨论 不去讨论 不去投票 把这件事情搁置了 那不就变成了检察官跟大陪审团之间的矛盾 而不是陪审团是否去投票 反映在这个检察官 反映在这个川普身上 不是的 那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呢 就是经过这样的喧嚣之后 整个妄图摧毁川普 2024年大选的这个背后的事 从摧毁川普2024年美国大选的机会 就这一部分势力完全败北 也可以完全可以这么说 他是完全败北 他败北的一个缘由 就是败北的故事呢 他并没有想到在民间的社会中 在正就是那一份正的力量的本身 对这件事情的抨击的力度 我相信他更没有想 更想不到就是 事情本身故意披露 想营造媒体效果 而这个媒体效果却变成了 左派势力用尽了自己的计谋 却川普一分钱不用花 川普一分钱不用花 却推动川普在2024年美国大选当中 他在共和党当中 作为竞选者的地位 推动他 川普对德桑 举个例子 川普对德桑迪斯的直接的攻击 和德桑迪斯在面对这个背景之下 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就表现的淋漓尽致 那本来在美国共和党当中 川普跟德桑迪斯的这种冲突 在美国的共和党内部一些 已经营造出分裂 我们并不清楚左派势力 如何利用这一份分裂 如果说他完全去拒绝川普的话 就是他怕川普 不怕德桑迪斯的话 那他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他就更加输牌 如果他没有这个case 不去攻击川普 那川普跟德桑迪斯的距离没有这么大 现在距离太大 川普自己说呢 他领先对手60分 我不知道这个分 我不知道那怎么来的 他领先对手60分 我跟大家解释过 这个所谓的民意调查 已经成为了一个竞选的工具 完全成为了竞选的工具 失去了民意调查本身的东西 但是领先60分呢 这是一个很值得怀疑的 在2020年 川普极度的抨击 极度抨击有关民意调查 在今天的2023年 川普在充分的利用民意调查的东西 所以这是川普自己在处理事情上的一种转变 没有什么对错 就生活在这个世界 那我跟大家陈述就是一个事实 有朋友说 你老酸川普 没什么酸不酸 他原来他确实是 那个民意调查在过程中 就已经演变成竞选工具 那川普自己并没有 并不会使用 而且就拒绝他 那今天川普把他作为一种工具 竞选的工具 那我自己强调就是说 你要看到他故事的本质 不是表面东西 就是有利于我的 我就讲没无理我 这个东西就那么回事了 真的 但是反过来说 出现这种根本性的氛围环境 那是真的 川普在今天的共和党当中 独占凹头 这是真的 那左派势力借助这个case 本想是消灭川普 结果却给予川普历史性的推动 这种历史性推动呢 其实包括 包括马斯克都明确讲 说如果你真弄他 那作为2024年的美国总统 就非川普不可了 这个压倒式的 毁灭式的那种胜利 那是肯定的 所以这同样是德桑蒂斯不具备 一种悲剧英雄的角色 只有川普有 那他没有 所以这就是 在我眼睛里看到的故事 因为什么原因 有几个层面 背后的势力 就是想毁掉川普大选 那一份势力 那他知道干不下去了 那作为检察官 布拉格 在他上任的时候 是认为这个case是不可能的 三年前 结果他自己又把这个case又拿出来 要去打川普 从另外一个角度 那跟今天大陪审团 出现了绝对的冲突 陪审团不买他的账 那他又没办法说服陪审团 那这样的话 这件事情就是 他就不能让陪审团投票 因为他不想出现在陪审团投票之后 把他的决定给否决了 他不想出现 所以我以为这件事情 就会溜尖板 溜尖板 他就想削弱他这件事情的影响力 影响力给川普带来的 绝对的优势跟好处呢 他可能尽量的降低他的影响 也就是说 迫害川普的势力 出现了一个 完全败北的层面 这篇文章没有太长 这篇文章 他就说三个消息来源 就讲述了 今天星期三 这个大陪审团不开会 大陪审团开会的时间 是一三四 所以星期一开会 没有任何说辞 明天会开会 没有任何 跟川普这事没有关系 那也就是说 大陪审团没有那么多工作 没那么多工作 不就是还是不讨论了吗 连讨论都没了吗 所以应该讲这个case完了 那这个case完了 本身呢 川普自己呢 早在 早在之前就跟朋友们解释过 川普在星期日的时候 就明确讲过说 这个case没戏了 这个case应该早已经结束了 所以这里面 这里面就讲述了 川普今天早晨的评价 其中一个评价就提到说 川普自己领先德桑第四 61比19 61比19是42分 不是60分 61比19 他领先这个 拜登呢 是7分 他没有太解释 这个民意调查是哪 但是是今天早 然后川普就谈到自己case 所以他认为呢 大陪审团导向他 他说 我得到大陪审团的尊重 甚至整个大陪审团的系统 大陪审团系统的话 我不知道他这意思 他指的是哪 从上至下指的是哪里 那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 对我有利的证据呢 如此压倒性的 党派的仇恨的一切 地区检察官就可笑了 那对于大陪审团来讲 他们不想去充当 这个检察官的 这个橡皮图章 所以因为大多数陪审团 都配上了橡皮图章的烙印 我们不会投票反对证据 确凿非常明确的这么一个case 也就是说这个case不承认 也不会去反对大批的法律学者 他们的意见 这就是今天的故事 那川普其实他就讲述了一个很简单 他的陈述就是说 大陪审团跟今天的检察官对立 那检察官本身呢 也就没有 就像我们刚才介绍 已经没有任何意愿 再去说服这个 说服大陪审团 所以双方就把这个case 就给扔了放在一边了 我想川普的意愿 基本上也是这样 所以没有陪审团 大陪审团的认可 case基本就完了 那作为检察官来讲 他同样不想把自己 放在一个被指责的过程中 因为这个case的最关键之处 所有东西他听完之后 所有东西都做完了 他没有检察官办公室 没有拿出正式公告 没有拿出正式公告 就是中共国家的说法呢 给他掐死在摇篮中 所以还没长成呢 还没有公布呢 那就不算 对不对 他就不算是一份case 那没有公布不算case 在他的法 这个律师的营业执照本身上 在作为检察官本身的身份上 相信作为政府的管理部门 监督部门 也无法对他进行更多的 一种指证 因为他只是做了工作 我做了调查 我没有正式指控 也没有生命做成熟犯 其实这种情况 也包括众议院的三个主席 监督委员会主席 司法委员会主席 那对他本身的那种监督权力呢 他其实就是是一种 同样是一种交流 是一种协商 因为他没有落在实处 那当没落在实处的时候 众议院要把他调到众议院 进行听证的话 肯定法律上的基点也比较低 因为我没干 这个事是你们讨论的 我嘴里一句话都没说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在这个时间点上 检察官可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可以全身而退 这个全身而退 是指他的名誉上的全身而退 和他视图上 不会造成进一步伤害 但是呢 从整个反习的势力来讲 是一个晚白 是一个具体的败北 具体的败北 当这样的败北出现之后 我相信对 在美国社会中的 左派势力的反习势力呢 对 反习势力 反川普的势力呢 他很难去 就是他在找什么东西 去攻击川普 已有的case 那是已有了 但新的东西想拿出来 我以为相当难了 因为这个case呢 是最早的一个case 这个case早已经 当他使用这个case 布拉格本身否定了他 又使用他 就表明 民主党这头驴呢 潜驴即雄 其实是这样 这样的话就是 麻烦就是说 没有那么多 新的麻烦不会再出现 对正的概念来讲 就是正的势力来讲 川普一方呢 就占有绝对 更何况他 在整个事件过程中 成为了一次巨大的 一种竞选的一种推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ис акти stomach